满满的水塔堆放在货车上像小山一样高 厂商忙着赶工出货 但已经有客人等不及了 干脆自己开车来载 努力瞧好角度想办法把水塔塞进车内 公务情二即将上路 不少人纷纷抢过水塔 业者指出近期订单瞬间暴增 从过往每天卖40到50颗 如今增加到上百颗供不应求 大家都是一直挤在一起 所以才是一直做不出来 921的时候 再来就是这一次 这次感觉比921还要严重 即使每天赶工 还是积欠近300多颗水塔 订单已经排到7月 不知来不及生产 工厂电话也响个不停 业者忙到没空接电话 甚至有客人一开口就想购买1000颗 昨天我有个朋友说他们要1000颗 我们说我不行 不是不想卖是真的做不来了 水塔热销以一顿的来看 一颗5000元上下 两顿则是1万元上下 安装费另外计算也要3000块左右 不过像是餐饮业 以及人口多的住户 即使店内或住处 原先已经有水塔 但人担心不够使用 特地前来购买 做借了 差点了 早餐店老板娘赶紧来买颗水塔 毕竟做吃的就怕没水用 缺水带动水塔商机也让业者忙翻 但只求老天爷赶快下雨吧 记者连家庆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